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期欢迎收看我是温哥 大家还记得我上个星期 网路影片大时测 最后那个有关于自制私乐瓶的实验吗 那我拍完那支影片的当天晚上 不知道是手机又窃听了我拍片的内容 好像怎么样 我居然立刻就吃到了这个东西的广告 没错 这是一个自制私乐瓶 常用的胚子 不过私乐瓶这个词应该是统一这么专用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可以说是一个自制冰沙杯 嘿嘿 它号称呢 只需要把可乐果汁各种你喜欢喝的东西丢进去 就可以非常轻易的制作出私乐瓶 非常轻易的就可以做出冰沙 那我从小呢 还真的曾经想把各种汤汤水水饮料果汁 统统给它做成冰沙看看是什么感觉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冰沙神器给买回来试用看看啦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的结构吧 正如各位所见啊它的外表还真的看起来很像那个产品的杯子 嘿嘿 不过呢 诶它上下是可以这样子打开的 上面就是这个盖子 底下这边的杯子的部分 诶呦 它这边还可以拆开诶 诶 底下这边的杯子的部分 它里面拖起来是一个保冷剂的成分 然后旁边这边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再拆 诶诶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矽胶杯子跟一个保冷套 诶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保冰杯 诶 那根据它的说明书呢 我们只需要先把这个杯子放进冷冻库冷冻6个小时 然后再把你想要做成冰沙的东西倒进去 接着在这边捏捏捏捏捏 诶 不一会儿你就可以得到冰沙啦 诶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简单啊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我们立刻就来试试看看吧 那因为它现在整杯都软软的啊 一点都不冰 所以呢 我们要先把它冷冻一下 OK 它现在已经整个冷冻完成了 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最经典的口味吧 可口可乐 哈哈 本集影片没有接受任何赞助 来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倒进去看看吧 OK 那倒下去了之后呢 根据我上一次的经验啊 冰沙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把饮料里面的水分 弄成一种要冰不冰的状态 就是有一部分已经变成冰了 有一部分还没 就变成冰沙 所以 没有让它在里面 等一下 让外面的这个保冷剂的冷度呢 充分的传递给水 这样子这个可乐里面的水分呢 就会慢慢的开始凝固 来 等它凝固到一个要冰不冰的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捏 就可以变成冰沙了 OK 现在过了已经大概三分多钟了 可以看到边边呢 它已经开始结冰了 我感觉里面现在这杯可乐 它的温度应该是已经相当低了 所以呢 我打算要来开始捏它啦 嘿嘿嘿 来 它其实不太好捏耶 它感觉那个制冷剂 还没有完全 欸 欸 里面已经有这个冰沙了耶 可以耶 欸 可以耶 真的是可乐冰沙耶 哈哈 顺道一提啊 它这个汤匙相当特别啊 汤匙跟吸管 都是这个杯子买的时候附的 它前面这边是汤匙 后面这边是洞 方便你这样子吃冰沙 呜 哎 我怎么觉得这个的完成度 比上次我用保特宁做的还要高啊 所以现在里面的温度 应该是蛮低的状态 那如果我再给它 多一个倒一点进去 应该可以 可以就好几批这样子 那旁边这杯冰沙 还在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享用这非常 稀少珍贵的可乐冰沙吧 究竟是不是 那个童年熟悉的味道呢 完全有事耶 嗯 哇 喔 喔欸 這個杯子有料欸 這樣子真的就可以輕鬆的做出自冰沙了欸 嗯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不知道是我的錯覺 還是因為這杯的量太少了 你有沒有覺得它融化的有點快啊 你看 我們才講話講個30秒1分鐘 它已經整杯已經快要變回可樂了 不過沒關係 反正我們可以一直做 呵呵 那我們就稍微給另外這杯一點時間吧 OK 各位 過了20分鐘 這一杯它好像沒有要變成冰沙的樣子欸 就算我在那邊捏了5分鐘 你看也只有這樣子一小口的感覺 它基本上裡面大部分都還是可樂 那旁邊這一杯呢 它已經完全沒有一個可樂了 欸 它的續戰力有點低欸 你看 你看 大部分還是業態的 OK 所以它現在只是一杯冰可樂 呵呵 所以這個東西 它雖然可以真的很輕鬆的做出冰沙 但是它好像續戰力真的是不太夠 而且它一個杯子的產量也有點低啊 它一個杯子大概就是只能做出 這樣子的量的冰沙 嗯 有點可惜啊 不過沒關係 嘿嘿 產量不夠 數量來臭 我們準備了很多個冰沙杯啊 今天就來把各種喜歡吃的東西 通通都變成冰沙試試看吧 那麼首先呢 我們要上場1號選手是這個 再剩5分鐘黑糖珍珠好龍仙奶 哈哈 這個就是前幾天在拍D-Man影片的時候 被它推薦的飲料 那我這個人呢 心裡非常喜歡喝牛奶 也非常喜歡黑糖的味道 把他們尬在一起 我一喝就真的回不去了 超讚 嘿 不知道奶製品做成的冰沙 會是什麼感覺喔 會不會跟冰淇淋有點像啊 那聰明書上面有說 奶製品需要等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所以你就 欸 我的想指有操控時間的能力 這個大家應該都已經非常熟悉了吧 哈哈 總之呢 5分鐘過去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它基本上 欸 跟剛剛可樂有點像啊 它就是旁邊這邊已經開始結冰了 那裡面呢 就還是維持一個液態的感覺 不過咧 這個時候我們只需要開始捏它 然後一邊捏 一邊捅它 倒它 戳它 它很快就會變成 嘿嘿 在這5分鐘的黑糖牛奶冰沙 哈哈 這感覺怎麼輸 哇 這光看了就覺得超好吃的啦 不過它融化的還是很快耶 真的是 不能多說廢話 多做的效果耶 它一下就已經快要變回去了 好 那我們就 來 試試看吧 嗯 嗚 啊 好爽耶 超爽的啦 它跟直接喝的時候的味道 其實真的沒有差太多耶 我本來以為它做成冰沙之後 味道可能會變濃變淡一點 但是 欸 其實沒有差太多耶 喔喔喔喔 那個黑糖牛奶的濃郁的香味 再配上這個冰沙的口感 嗯 喔 哈哈 超級消暑 好讚喔 所以看起來 黑糖牛奶做成冰沙 噔噔 完全可以 超讚 嗯 喔 啊 我知道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吃了 我不能把它倒出來啦 剛剛因為要拍給你們看 所以我把它倒出來 但是呢 如果你把這些飲料 留在這個杯子裡面 繼續一邊捏一邊這樣吃的話呢 它就可以一直保持這個冰沙的狀態了 因為它裡面的冷度 是夠的 喔 它就不會融化了 喔 難怪它有給你這個湯匙跟西瓜 然後還有這個蓋子 OK 喔 喔 這樣子 喔 這樣子可以了 好 原來這個杯子是這樣子用的 OK 欸 這樣子可以 這樣子可以 這樣子它就很耐久了 OK 好 看起來 黑糖牛奶冰沙是完全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歡迎下一位選手 哈哈 你們沒看錯 我們接下來 要把麥當勞玉米濃湯做成冰沙 大家應該都有喝過麥當勞玉米濃湯吧 我小時候曾經真的有一陣子 非常喜歡喝麥當勞玉米濃湯啊 嗯 好冰 我們要把它做成冰沙 所以已經事先把它放在冰箱 已經放涼了 總之 我們 立刻來把它做成冰沙吧 哇哇哇 好多玉米 這個玉米應該不會影響冰沙的成形吧 究竟 玉米濃湯冰沙 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來 我們時間快進 這一次的響子過了10分鐘 然後我現在覺得好像有點不太對勁 因為你們看 這個一樣是旁邊這邊有稍微一點點 真的很一點點的結冰 但是裡面很濃稠 沒有要結冰的感覺 雖然說冰沙也是應該很濃稠的 但是它 這個是玉米濃湯的濃稠的感覺 完全沒有要變成冰沙的樣子 然後 還有要變冰的感覺嗎 它好像沒有要結冰耶 蜜玉濃湯 難道沒辦法變成冰沙嗎 我們來捏它看看 哎唷 旁邊這裡好像 喔 這裡開始有一點喔 這裡有一點點 看得出來嗎 不是在我們看玉米地喔 這個看起來是不太像冰沙啦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已經是冰沙的狀態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看吧 嗯 好冰好冰 雖然玉米濃湯 比剛剛的可樂跟黑糖牛奶 還要難形成冰沙 但它成形之後的那個冰度是最冰的耶 尤其裡面那個玉米地 齁齁 會冰牙耶 嗯 哇 竟然還滿有意思的 但是 但是說好吃嗎 嗯 它是不難吃啦 但是就是跟我們的既定的概念非常的衝突 非常的違和啊 感覺玉米濃湯這個東西就是要冬天的晚上很冷的時候在那邊喝到整個身體這樣溫暖起來 結果 硬把它做成冰沙 它雖然說是也不難吃但是就 我說那裡怪怪的 嗯我只能這樣說不難吃但是 那既然玉米濃湯可以做成冰沙 那我想 香菇雞湯 應該也可以吧 哈哈哈 大家應該也都喝過香菇雞湯 這個東西在大家的印象裡面也是寒液暖身的聖品 但是現在是夏天超熱的啊 喝雞湯就是整個都燥起來嘛 沒關係 我們把它做成冰沙看看 哈哈哈 一樣啊 這一鍋是我們中午熬的 我剛剛呢已經放進冰箱 把它放涼了 現在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浮了一層那種冷掉了之後的那個油啊 我們就通通把這些東西做成冰沙 來 直接加 哇塞 那個油一塊一塊的 嗯真的可以嗎 感覺不行啊 我們就實驗嘛 實驗嘛 搞不好 一湯冰沙會好吃啊 誰知道呢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來 5分鐘 OK 5分鐘過去 它看起來 更噁心了 哈哈哈 邊邊已經有那個硬掉的油了 但是呢上面呢還是有浮著一層油光 真的是看起來超不對的啦 好 我們開始捏 看看它能不能順利的變成冰沙 哎呦可以耶 真的連雞湯都可以變成冰沙耶 這杯子挺酷的 欸各位 真的變成雞湯冰沙了耶 哈哈哈 這東西 真的會 好吃嗎 來 不吃下去 你永遠不會知道這個味道是什麼 好不好我們會發現新宇宙新天地啊 對不對 來 雞湯冰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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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真的完全是雞湯的味道耶 哈哈哈 不過 我覺得 雞湯冰沙這個東西 比起剛剛的玉米濃湯 還要壓敗我覺得 因為雞湯這個東西它其實是蠻油的 那這些油在溫度比較高在熱的時候呢 它本身的香味是比較可以帶出來的 但是它現在被我做成冰沙了之後吃下去 第一個我可以感受到的是 那個雞湯的那個香味跟鹹味還是在 確實是在 但是那個油呢 哇 直接出事啊 我吃下去 開始直接黏在我的牙齒啊 舌頭啊 上顎上面到處黏 我才剛吃了第一口 已經開始有一種那種 油膩的味道了 哈哈哈 欸真的 不太行耶 真的雖然說味道確實真的是 一模一樣的雞湯啦 但是就 嗯 嗯 欸 等一下 它好像變 鹹了的錯覺 這應該不是我的錯覺 嗯 不是錯覺 它變鹹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欸好奇妙喔 超級怪的啊 啊不行了好膩了 欸 我牙齒上面已經卡了一層油了 啊 香菇雞湯冰沙 不行 哈哈 好啦 總之呢 以上就是我們開箱測試的這款冰沙杯啦 那整體而言呢 我感覺它其實蠻好用的 如果各位有什麼想要製作冰沙的東西的話呢 確實直接往裡面一丟 然後給它捏一捏 欸就有冰沙可以吃了 但是呢如果你是想要吃到比較多的冰沙的話 這個杯子的產量可能就有點不太夠 不然你就要像我這樣子一次買一堆杯子 或者 欸我剛剛其實有想到一個更好的方法 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應該可以自製對不對 它的原理就是把液體放在冰冰的一個環境裡面 然後讓它慢慢這樣冰進去也同時繳它 應該就這樣子吧 那只要能製作出這個環境 欸其實我們用手邊的東西應該也可以做得到吧 沒錯 我心裡面其實已經有一些想法了 就用我們小學的時候學到的觀念就夠做了 那具體而言到底應該要怎麼做呢 嘿 各位可以動腦想想看 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搞不好下個星期你看影片 畫鬍子用的就是我想到的這個方法喔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我們今天實測了這個杯子確實是相當的好用 也實測了有一些東西確實是不適合做成冰沙 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們去小方方或者去我的鬍子 來分享一下 或者你也可以考慮使用超級感謝 或者是加入我們頻道的復活員 來支持我們這個社群喔 那今天就這樣啦 我是胡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是胡子 好是志祺 我是許波